各位参与农业创新黑客松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与这次活动 今年5月,在农委会的委托之下 我们PITES的同仁协助设计了 蔬果产销资讯整合查询平台 希望透过提高产销资讯的透明度 来增进社会对于农产品价格变动的理解和掌握 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步 我们都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借由像今天这样的活动 借重民间社群的参与 来推动农业创新持续前进 台湾的农业发展 无论在精致化、在高职化以及有机化等领域 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值得骄傲 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极端气候所带来的产销失衡依然持续发生 要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想资讯、科技、创意绝对都能够有所贡献 过去我们常说越在地越国际 把在地的支持系统建立好 让农产品的质、量、效益全面提升 品质文明国际 这个概念用在农业上更是实际 台湾农业当下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独有的 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可以看到许多极为类似的问题 同样是层出不穷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这边建立的任何成果 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 放大到全世界来看 都能够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 最后感谢大家聆听 也预祝本次黑客松 成果丰硕 大家满载而归